热文老師好 謝謝热文老師今天來擔任特殊需求學生加日科學癮的任課老師 幫這些學生設計很精彩的課程 那可不可以請老師跟我們分享 今天您上完一整天的課之後 那AV組學生您的教學感想可以針對就特殊教育端的課程設計 那特殊教育端的這些調整 可不可以請热文老師跟我們分享 謝謝 那我今天覺得說對兩組的教學 小孩子的程度基本上問題不大 主要是情緒 那我自己教學的調整就是 就程度比較高的會有一點探究變異 那我們也會在互動中會問他一些問題 那為什麼會這樣 你如果做了怎樣可以 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或是鼓勵他再做進一步的改變 那如果程度比較基礎的 我們就希望他能夠跟上這個節奏 就是會有參與感 然後也會適時的反應問題 他能夠很明顯的表達 然後我幫他做完之後 他會謝謝老師 然後再繼續又有互動 他會在這兩個組的服務之長 然後我是覺得就 以幾次部分的科學教育 這兩個方面 一方面可能可以著重於 身體職能的部分 比如說一熱身的觀念 或是哪些動作是危險的 哪些動作是可以常做的 那或者是安全教育的部分 那以後我是覺得如果 如果再有這樣的機會 或許我們可以 我中文也跟明文老師有提到說 或許我們可以 比如說早上兩節 在四年兩節到室外 做室外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背標或是背盤 那我覺得小孩子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學到這樣一些東西 不在他們以後也會有 因為身體動了心體又會低下 那接下來想跟您請教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您在普通班的教學 跟今天來這樣子 這樣子科學運 為特殊學生所設計的 這樣子的一個教學的差異 是不是可以 可以請瑞文老師跟我們做了分享 謝謝 好 這個學生的心體的表現 事實上我們在特殊區 有的學生是比較強烈的 可是基本上類型是還蠻類似的 比如說拒學的 比如說鬧脾氣的 比如說一再會尋求老師的資源的 這些在普通班也會有 只是在特殊區的學生身上 可能會放大會比較明顯的 比如說拒學的我們有時候就是要 也不要說就放棄他 就是過去給他一點點跟他聊兩句 那有些學生他會一再尋求 我們也會適度的給予拒絕 比如說我幫你坐到這裡 那其他就回去做 那他可能會去做 可是他坐一下又來了 然後我們給他做一點點 那請他人家會去做 這樣會漸漸幫他 不要讓他覺得說 我只要舉手或是玩招老師 老師就會幫我做 基本上還是 我還是覺得小孩子 你關心他 最近半個小孩子 你可能關心他10句 他可能回應個3句、5句 可是有特殊的小孩 你可能要關心他20句 他才會回應1句 可是我不要focus在說 那1句 如果一直focus到19句 他沒有回應 你就會覺得很氣寧 對啊 所以我今天就那個小孩子 那個聚學的小孩子 我覺得我在看著 比如說也會覺得 也會想到說 我們平常在普通教育 有說也是可以這樣 那我覺得交出久一點的話 會有點耐心 就有神跟他磨啊 至少他有起步 有起步就有機會 所以我曉得曉得一隻 這個人還比我 真的很單純一點 謝謝貝文老師 跟我們的分享 有很多很寶貴的經驗 值得我們大家學習 謝謝貝文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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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